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新人士向一帮动力网透露,此APP将与新弹的安卓应用程序同步,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找到电视购物的足迹,或者也可以在电视上找到手机购物的足迹。 我们为购物者提供多平台使用新弹网的途径,目的在于把购物体验变得尽可能的简单,方便。 新弹公司首席技术官兼首席运营官James Wu说道,希望我们的谷歌电视APP不仅能吸引新顾客,也能保留住愿意通过电视来购物的老客户。 据一帮动力网了解,运行此APP的软件Google TV可以通过伙伴盒子安装在智能电视上。 这种盒子类似于有线电视机顶盒,用来传输互联网内容,此APP名为New Egg for Google TV,可以从谷歌应用程序商店免费下载。 消费者可以用遥控器上的方向按钮在屏幕上移动光标来操纵此应用程序。 如果有相应的安卓应用程序,消费者也可把两个应用程序连接起来,用智能手机作为遥控器在触屏上进行操纵。 James Wu拒绝透露开发此APP的成本,但他表示,五个程序员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共同开发。 他说道,新代一直是站在技术最前沿的,智能电视越来越受欢迎,为此平台开发APP是我们的自然之举。 一帮动力网了解到,新代网作为数码类网络零售大佬,在移动端的业务方面一直是领先者。 他为所有主要操作系统提供了移动APP,包括苹果的iOS、谷歌的安卓,以及黑莓和Windows Phone的系统, 同时还提供了针对iPad、安卓平板电脑和黑莓Playbook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 此次新应用的发布,又将开创一种新的移动购物体验。 相关阅读,苏宁易购的新目标,新弹中国的剩余价值。 新弹中国否认卖身苏宁易购或将扭亏为盈。 小蠢关 düny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明nek